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际磁势 伊波拉莫斯路钢果民主共和国全境失控 11月27日钢果民主共和国民众围攻联合国驻军总部 WHO紧急疏散反应团 起因是由于22日贝尼斯市民被当地军阀无差别屠杀 并有9个人惨遭绑架 在这场屠杀当中 联合国驻钢果特派部队却对民众的呼救通报毫无反应 愤怒的市民甚至无视政府的戒严 包围机场和联合国总部高喊 我们是来监督联合国撤军的 如果联合国不打算保护我们马上滚蛋 贝尼斯的市民甚至激动的向半岛电视台表示 快滚我们现在钢果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些联合国观光客了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一讲到联合国驻军啊 我们台湾的民众好像会觉得一种被保护的感觉 但其实我们从新闻上看到并非不止 事情都是有利必有弊的 在联合国驻军的各地啊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反弹声浪 但是我们再讲回钢果民主共和国 虽然当地的民众这么讲 但是维和部队喊冤 依照行动章程 他们必须在钢果政府的邀请才可以介入 并强调当时并没有收到钢果军警的资源请求 但钢果政府的说法却完全相反 令人担忧的是 由于贝尼市所在的北基府省 是当年世界上唯一的伊波拉病毒大爆发疫区 若WHO和维和部队离开 可能会造成疫情无法控制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发生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伊波拉病毒 一 人体的細胞从一一一开始生育成体能力 二 多数多的修行与经验 精神能力也有两个继续成体能力 就是 不对这是查克拉 伊波拉病毒首次出现在1976年 邻近赤道的苏丹南部省份和萨伊共和国 萨伊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要讲的钢果共和国 位于非洲中部 是非洲的第二大世界第十一大的国家 人口超过八千七百万 是世界人口排名第十六名 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其实我们台湾也还蛮不错的 我们有两千三百万人 北欧五国加起来就两千五百万人 以这样的市场规模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好好照顾自己的本钱的啦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强势回归一下钢果民主共和国一共有六百多名个案 而伊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平均为四到十天 致死率超过50% 在2018年5月的时候 伊波拉病毒在钢果共和国再度蔓延开来 在这段期间中 由于钢果内部已经内战超过九年以上了 加上政局部闻 并且强烈不信任外国人 认为病毒都是外国人带来的 目的是在钢果内部进行人体实验啦 讲到这边啊 大家或许会觉得知识无用论 但是其实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 如果你认为教育的代价很高昂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无知的代价 2018年12月底 由于多座城市遭中选会以伊波拉病毒为由 将选举研制隔年3月 造成推迟区的选民纷纷出走 包围吴国界医生所设立的 伊波拉疫情隔离中心 以抗议政府试图以伊波拉病毒舞弊大选 过程中民众洗劫了病毒隔离区 并强迫20多名隔离的疑似伊波拉病毒带云者逃离 造成伊波拉病毒可能大举扩散的危险 后来防疫中心才真派重兵防守 事后人民对外国人的仇恨还没有结束 今年4月甚至杀死一名来自克麦隆的金伯恩医师 造成当地医务人员和外国专家相继走上街头 表示伊波拉病毒是真的 他们并没有害人 现今民众在反抗下 伊波拉病毒是否会再次蔓延 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另外补充 在2019年的8月 刚果的邻国卢安达曾经一度关闭边境 全面性拒绝刚果人入境 以阻止伊波拉病毒失控 烧入卢安达 虽然事后说是技术性的误会 此举引发WHO联合国 及世界各国的防疫专家紧张 专家认为当时的实验性疫苗 已达到95%到99%的有效率 只要确实通报 及时隔离 要控制伊波拉疫情并非不可能 如果选择封闭边境 造成孤立及歧视的恐惧的话 病患可能会激发恐惧心理 而位于通报 造成有可能产生的医疗对立 对立的更为严重 且再怎么样封锁边境 也无法保证病人 100%就不会偷渡啦 那很抱歉跟大家做了一些 比较不太愉快的一些新闻报道 但是我们觉得这是 我们必须去了解的一些问题 唯有知道问题 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Batman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两岸 在钢果防疫中 我们不只可以看到 WHO和当地医护的努力 我们也可以看到 无国界医师介入其中防疫 但香港的理工大学事件中 有件事情是台湾媒体 很少去谈到的 就是香港无国界医生 对这场运动的沉默缺席 17日晚间 当时爆发了至少16名急救援 遭到警方拘捕 而当时在场的医生 文德林于18日清晨 联系红十字会跟无国界医师 请求考虑介入 同时自会决定派员进入校园 无国界医师也对外发表声明 认为经过评估 香港社会各界所提供的医疗资源 及研究能力都是充足的 因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此举引发长期支持 无国界医师的香港市民感到失望 认为他们背弃人道救援的价值 拿香港人的钱 却不帮香港人等等 虽然于19日发表 要恶渡成青森 但至今为止却没有做过更多的动作 香港市民感到非常失望 对于我们的内心也是感到失望的 那我们换个角度想 无国界医师他们是面对全球的一个组织 他们想要合理的把资源分配在这个世界上面 那如何运用有效的资源来做更大的事情 或许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防疫动作保护猪猪 除了会危害到猪农和猪猪的非洲猪瘟 我们必须持续防疫以外 我们回来看看人类吧 今年9月 拜前性死亡首例发生在甘肃省 近期三例病例是由内蒙古而来的 两起废鼠疫和一起献鼠疫 这三类鼠疫在民间有个说法 就是欧洲中世纪盛传的黑死病 所以疫管署提醒 如果有在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民众 要避免接触或吃下鼠类或其他的野生动物 无论死活 相信大家都听过黑死病了 可是黑死病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 大概在14世纪时散布到整个欧洲 黑死病就是当时欧洲的称呼 黑死病在全球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 根据估计 瘟疫爆发的中世纪欧洲 约有占人口总数的30%到60%死于黑死病 而最后到底是什么解决的呢 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如果又再次爆发起来的话 确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好了又到我们习大大时间 习大大成仙了 江西的天主教教堂 教堂内不仅将圣母像改为习大大的肖像 还将万有真元天主堂 改为跟党走感恩党听党话 看来习大大不只要在真实世界中影响我们 也在精神层面加倍的想要改造我们呢 好了今天新闻就到这边为止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点赞订阅分享开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你对习大大成仙有什么想法 我我觉得不行啊 我们这只有六分钟吗 口号而已啦 我们说最近公司的经营状况如何 我就好像差不多了耶